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选孟之队组建的主要就是按照国际奥会的要求 必须要四分钟要在受伤人员到达他的身边 建立孟之队是从北京和河北两地的医疗部门 自愿申请报名 从中挑选出来的72名医会人员 让他们通过训练来达到国际奥会和赛场的一些需求 我们的医疗人员要求单在赛道以外 一旦运动员发生任何的伤害或者意外 那么有一个首席医疗官由他来协调现场的 医护人员的运行情况 脖子能动吗 脖子能动吗 挑战什么呀 作为医疗官的工作职责呢 是做主要是内心反馈过来 这个现场就得做好这个病人的判断和分级 考虑几度几次可能有损伤 按几次就损伤错练 都说稳定 因为学校医疗队他将主要他要负责的是 只是一个院前急救 首先你必须在抢救的黄金时间 得到达受伤运动员的身边 在四分钟之内必须得到达 一二三推 这个速度这样才可以尽可能地保障 运动员的安全 医护人员有一种态度 就是特别严谨认真 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运用到了 教练每天指导我们去滑雪的过程中 我们的保障就是 不管是从医疗还是从救援 包括还是从滑雪都是很正规的这种培训 每位培训的人员都是非常努力地去学 因为指导任务很艰巨 基本上是从教练开始带我们上缆车 一直到缆车关 基本一天都是在学场上 我们每天的日常就是这个活动一共四期 然后基本上内容可以分为滑行训练 还有这个基础的医学相关的这个课程的讲课 就是在我们每天白天完成了滑行训练之后完成会上课 还有呢就是英文的训练跟考核 奥运会做工线做服务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让人非常荣幸 非常高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报名参加这个东奥医疗队 对于我们孟之队来说 因为是我们是代表了国家 也是代表了咱们中国的医务界的这个全体人员吧 我们一定要是把我们自身的这些个素质和能力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就说中国的这个医务人员还是非常优秀的 包括我们整个团队中 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是分别通过了加拿大华野协会指导员的一级以及二级的认证 这些都是我们为提升我们的救援能力所做的一些努力 通过我们组织这样的一支队伍 能够确保完成奥医会的保障工作 也是实现我们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奥会的一个目标 同时也是我们首都和河北两地医护人员实现健康梦 冰雪梦以及中国梦的一次愿望的实现 像我们这种医护人员在院内期间是为患者去服务 在冬奥会上我们可以为冬奥服务 利用自己的所学能够做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了吧 为这项比赛为国家做出贡献 就是义不容辞吧 肯定是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我就可以自豪说冬奥有我 因为我参与了 冬奥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